大家好 今天是元月二号啊 昨天是这个一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 这个日本怎么不怕死啊 为什么想起要谈这个话题呢 因为昨天呢 这个一号啊 这日本大地震 在这个石川啊 7.6级 而且它很浅 所以震得非常非常厉害 当时呢 孩子他妈啊 在日本孩子他妈就给我那个发信息 就说 杠杠过年啊 就地震了 因为我的两个孩子在东京啊 他是在明古屋带着我另外一个孩子 首先就告诉我明古屋跟东京都都没事啊 震得很厉害 但是呢 有很多房子啊 这个这个在石川那一边倒掉了啊 也起火啊 我当时就有点着急了 我就讲 哎 你要不要带着孩子赶快跑出来躲一躲啊 他说 没关系啦 万一日本这个要成了的话 我们就跟他一起成了啊 这个日本妈妈讲这个话 他不是在开玩笑的 每一次日本出事情 地震也好 做什么事情也好 我都跟他讲 我说你带着孩子跑吧 啊 你过来吧 你到挪威来吧 或者到中国来吧 或者带着你到其他地方去吧 他都不去 都是这一句话 小孩子也是 如果日本成掉了的话 我们就跟着日本一起成啊 没关系啊 这就是日本人 那么无都有偶啊 晚上呢 这个我住了这个小酒店的啊 这个老板啊 现在跟他关系搞得不错啊 经常跟他聊聊天啊 这个老板就给了一个视频给我看 他觉得很吃惊啊 这个菲律宾的人啊 一个人介绍这个日本的 说这个日本的老人家的现象 说现在这个很多的日本人 而不是很多啊 就是经常有 在日本的话 这个小孩子啊 儿子或者孙子 杀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祖母 啊 其实又发现了好多起义了啊 他觉得这个真是惨无人道啊 这个怎么啊 所以我听了这个信息以后呢 我沉默了一下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解释了啊 我说为什么这个日本人啊 他不怕死 其实这个日本人不怕死呢 我也是在日本生活了这个二十多年 他慢慢悟出来的 他慢慢了解了他这个文化 最最启发啊 最大的一次 就是我的那个会计死掉了 我那个会计啊 有一次这个日本的国学区来查我的账 我那个会计啊 当着大家踏上的时候 站起来 啪 倒了掉就死掉了 就死在我怀里哦 就是这个会计倒下来 我就撞着他 最后我是从我的嘴巴里吹一口气给他 到哗啦哗啦哗啦 出了最 就最后一口气是我从我的嘴巴里吹进去的 这个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 很大 这个一个人死在你自己怀抱里面 对不对 然后这个追到贵的时候啊 都很奇怪啊 我是很悲伤 上家追到贵的时候 我一直一直在流眼泪 但是好像大家没事一样 包括他的家人 包括他太太和孩子 也没有表现出像我们中国那种要死要活的那种哭啊唠啊 没有 没有 但是就是说 看上去有几分悲伤 但是呢 还是很平常的 跟这些客人啊 来的这些参加追到贵的这些人打招呼 而追到贵的这些人呢 都好像在开party一样 哦 好久没见面呢 什么就开始了解别的事情来了 所以整个这个追到贵的气氛就不是太严肃 大家就都在聊天啊什么 然后这个太太啊 这是我这个会计导的太太的发言 她就讲了 我说好啊 你真的是会想啊 你就先走了 就先摆脱了 先就去去了啊 你把这些乱七八的事情就丢给我啊 啊 你那么自私啊 她当然讲这个话是带一点点的那种 看完现在那种口气 她说 你就静静等着吧 既然你那么累了 你就去吧 等我把这些事情弄完了 我也来吧 我也来陪你啊 从那个以后 我再开始注意到这个日本人对死的态度 它是怎么一个态度啊 首先 我觉得日本人对待生命 对待死亡啊 它有一点佛学 有一点这个这个这个佛教的那种东西在里面 就是我们今生今世啊 就是受折磨 就是到世界上的受折磨 受磨难 受这个东西 但是自己呢 又没有权利去接受自己 自己接受自己的生命的话 那是犯罪 那是对神的不敬 但是如果是这个自然的 就是说人的死亡并不是结束 佛教也是这样的嘛 对吧 成佛嘛 你还有来世嘛 有这个卡嘛 有这个 就善有善报 这个恶有恶报啊 就是这个时间到了 一切都会报的 它有这样一个整个轮回的 这样一个学术 所以死亡 这个肉体的死亡 并不是人生的终结 只是一种解脱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中间 有生 有死后的日子 然后再生 那么生的这一段事实上是在受整个磨 对待日子是不好过的 但是我们又不能插队 我们只能够慢慢的熬到那个 熬完这一段 然后才能就 就把这一段 艰难的这一段的 啊 总算结束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新的一段 那死了以后就有新的一段 他们相信有那么一段 然后再投胎 因为另外一事 他们有相信这个东西 所以说既然死亡并不是终结 死亡就没有什么可怕了 对吧 尤其是我们活着的这一段 是我们的生命的不是太好过的一段时间 这是最最根本 他们对人生 对生死的看法 那这是第一方面啊 就是他们的文化根基里面 有这个死啊 并不可怕 死只是人生的一个 一个段落 这个一个过程 另一方面的就是日本人啊 他是特别不愿意给人添麻烦 有任何事情啊 他有一个人扛起来 所以说日本人到了老了以后啊 他是不希望自己的小孩来照顾他们的 他不像我们中华传统 像那个菲律宾啊 要尊老爱幼 这个小孩子 你不照顾自己的父母呢 还是违法的 从还有法律的 好像是进行了这个 要抚养父母的这样一个法律 你不抚养自己的父母呢 是违法的 但是呢 日本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文化 欧美也没有啊 我说挪威也是啊 挪威人到了老了 他是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子 来照顾自己 包括我啊 我说心里话 等到我老了以后 我绝对不要自己亲生的儿女来照顾我 我现在存点钱 这就是我现在开始培养感情 那个十四五岁 四三四岁 十一二岁的 我能领养就领养 我现在领养他 对我对他好 好过五年十年 他就长大了嘛 五年十年以后 我就也七十八十岁了 等到再过十年 二十年 等到二十年 我九十岁的时候 我真的需要人参呼 真的需要帮忙的话 我这些领养的这些孩子 菲律宾的 这样的孩子 他真的会对你好 你在小时候对他好的话 他有尊老 哎呦的那个 他又不是亲生的 而且在那个时候 我有一点钱 我还给钱给他们的话 他们会真正的好好 会照顾我的 你自己的小孩 你千万不要去 一个是不要指望 一个你也不应该去 拉扯他们 他们是他们的人生嘛 你做父母 你把他养大了 你 责任就完了嘛 你去拖人家的后腿干嘛呢 这几次为什么在挪威啊 老人家老了以后 都愿意进老人院 或者愿意一个人 很多死了都没人知道 就像我那个邻居一样 死了一个星期以后 才被人发现 好在这个挪威啊 好在这个挪威啊 很冷 对吧 你死了以后 也不会臭 OK 很冷嘛 冷气光 那会像冰冻一样 死个胳膊心 没问题啊 那么这是一方面啊 就是说日本人 他不要给你提麻烦 他到了老了以后 他就是 他就是一定要自己忍 在这里呢 我要举两个例子啊 原来啊 我住在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左边 是一对老人家啊 右边也是一对老夫妇啊 这两边都是老夫妇 每一天起来以后啊 在日本是这样的 包括邻居都不近郊的 再是邻居 他也不会跟你很亲密 但是呢 表面上都很客客气气 而且他跟你讲话都是说 哦你回来了 回来 好像我们是一家人一样 你出去了 你回来了 那个招呼打得紧 是像自己一家人一样 但事实上 他是跟你有隔离 隔得很远的 所以我其实是没有机会 跟两边的 这个两个老人家 真正有过真正的交谈 一次都没有过 他就对你啊 很甜的哈呀 那种满脸笑容的那种 结果这个右边这个啊 这个太太突然就死掉了 完全不知道 啪就死掉了 所以后来一问才知道 其实他已经病得很长时间了 他就是不告诉任何人 他连家里人都不告诉 他就一个人忍着 每一天早上 他就是出来扫这个马路 每一天那个马路干干净净 就是他 他每一天扫马路 直到那天不扫马路了 马路脏了 才发现死掉了 连最大会都没有通知我们 我们都没有去参加 这就后来就是 这个小孩子妈妈告诉我 就是这个太太已经 生病了很多年了 但是他连他自己的先生 他都不告诉他 他就忍着忍着 直到爬死掉了 OK 但是我是真的有点忧伤啊 没想到不久 左边这个先生啊 这个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也是 跟我们也是经常打招呼啊 而且来帮我弄弄我的那个那个 我那个树长大了 他跟我捡一捡啊 就是这么一点交道 但是他就是 跟你好像好像很亲近 但是是隔得很远的距离 也是突然就病死了 病死最大会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争取去了一下 去了一下就是 这个跟我太太讲嘛 当时的太太嘛 小朋友小孩子的妈妈嘛 我说那那那那 别人都是送5000日元 那表示个意思 我说我们就在隔壁应该 多多出点 那出个五万怎么样 这个小孩子妈妈说 不行不行 你出五万的话是非常实力的 为什么 人家觉得收的很重啊 5000就是刚好 大家都一样啊 表示这个距离也保持的特别好 他这个距离美啊 就是那样 这个老头也是的 生病了 只有他太太知道 他两个女儿都不知道 因为他跟他太太说 不要告诉女儿 告诉女儿 会让他们伤心 当心 而且他也不去治 他说这个东西 我要回那么长干嘛 对不对 我就早点走了 早点轻松啊 他跟太太说 对不起啊 我要先走了 因为我太自私了 这个太太说 哎呀 你实在不行 你就先走吧 那剩下的事情 我来给你料理吧 接着就走了 OK 所以今天我的啰啰素素 跟大家讲了讲 这个日本人的生死观啊 日本人为什么不怕死 这总结一下就是 一 他们不认为死是人生的结束 他们认为死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 死了以后是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而人在生的这一个阶段 我们在世的这个阶段 是人生的最最痛苦的一个阶段 所以死是一种挤托 所以他不怕死 这是第一 第二是他们确确实实这个民族 有这个我不愿意麻烦别人 的这样一个文化 所以到了老了以后啊 到了什么以后 他就不要 他甚至是就是说 我不能杀死我自己 因为那是犯罪 那怎么我就委托我的小孩 委托我的儿子 委托我的孙子 哎呀你把我结束掉算了吧 你一个枕头把我摁掉吧 所以就出现了一些 我不是为这些杀这个自己的父母 杀自己的这个祖父祖为他们辩服 不是的 也不一定所有的都是这种情况 但是我相信一定也有 那就是受委托 那个老爷爷老奶奶活得已经没有尊严了 已经没有质量了 已经没有意义了 反正是此嘛 今天是明天是 那我早一点是 我早一点解脱嘛 那就是委托儿子 或者给他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暗示啊 你把我结束掉吧 你帮帮忙吧 帮我就是说 让我尽快的结束 这一段痛苦的这段经历吧 让我进一段 另外人生的另外一个更好的一个阶段嘛 估计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们对任何一个民族啊 对任何一个这个这个社会民族的了解 对的事情了解 不要用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生死观 我们的三观去去去去去评价或者去看 要去了解他们对人生 他们的三观是怎么样的 这样的更能够自知自比 更能够了解他们的民族 OK 那么今天就啰啰嗦嗦啊 跟大家聊了一聊啊 就通过这个日本的地震啊 以及日本人们为什么到地震的时候 这个逃命都要排队啊 上次那个就是 在福岗这个大地震的时候啊 我们中国人一个中国人 偷了个自行车 哗就跑掉了 他就告诉我为什么 而日本都在排队 逃命都在排队 他们就是这样子 就是轮到谁就是谁吧 轮到谁先解脱 谁就先解脱吧 所以他们连逃命都是排队的 这我们中国人很聪明 偷了个自行车 哗就跑掉了 那么今天就啰啰嗦嗦 跟大家聊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再见拜拜